常在户外在捷运或是公车上 戴耳机听音乐的人 要小心听力久了会受损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伤害呢 带您看看我们台湾企业研发的 一个专利的耳机 还有改良式的助听器 耳机已经成了很多人 不可或缺的用品 很多年轻人听音乐 音量过量 久而久之造成听力受损 人没老听力就老了 这款悬浮式耳机 看起来和一般耳机差不多 但里面独特的设计能够保护听力 是台湾圣基创意的发明 曾经拿下日内瓦发明奖金牌 瑞士发明人协会特别奖 那我们的专利式耳机呢 它是利用前腔共鸣取代耳腔共鸣 利用导音管 把耳机声音送到耳阔 然后在耳阔呢 把利用反射的原理进入到耳道 所以整个耳道是开放的 利用耳机上的小小导音管 不再塞住耳道 音压自然释放 耳膜也不会受到过度的冲击 另一方面 透过耳阔反射的声音 共鸣更自然 音质也更接近一笔声 最支全球首创 不塞住耳道的耳机 还有一个舒适的秘诀 它这个耳挂呢 可以符合各种耳朵的形状 它可以利用塑形的方式 寻浮在你的耳朵上 所以在使用上呢 你可以长时间佩戴 而且在户外使用的时候呢 它能够跟外界互动 比较不会有发生危险的状况 另一款受到运动人士欢迎的 是可水洗的耳机 编织线绳的材质 当运动后汗水弄湿 整组放到水里洗也不会坏 还有一款团购热销品 磁吸式的耳机 结合时尚感 深受女士们的喜爱 磁吸式是结合饰品的概念 因为它是整个挂在耳朵上 利用夹子的方式 佩戴上非常时尚 而且它的音质非常的好 所以说它兼具着一个时尚 跟听音乐的双重功能 2013年台北国际电脑展中 盛机创意再度以助听器 拿下评审特别奖 根据统计 听力不良的长辈中 愿意使用助听器的不到10% 但这款助听器 老人家戴起来也很时髦 传统助听器呢 它是塞住耳朵 所以根据预疗统计 平均要6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适应 所以大部分的影法族 他们有办法去适应 这样的助听器 助听器呢 它提供全频的声音 所以它能够多人同时聊天 可以探别音色 盛机创意持续在 听力产品上 努力开发创新 耕耘台湾 并且把产品推向海外 着眼于广大老龄人口的 助听器市场 他们积极布局 要让台湾产品 不止拿发明奖 也要拿下市场 迎在地球村 介绍很多台湾的专利研发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